那我们也把问时间回答问题 有个听众呢 他留言给我们啊 他讲说呢 他自己本身是个房东哦 那现在呢 原本是想说 1月31号以后呢 因为他房客已经在过去好几个月 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疫情呢 都不缴房租 那这个现在在讲说 有一些配套措施咯 那如果房客愿意 这个配合现在的这个法规政策 缴一点点25%的话呢 要驱逐房客的这个法案 会推迟到6月30号 那一推就是推半年 那房东现在其实有点紧张哦 因为如果房客一直不付房租 那他应该要怎么样 缴出他的这个房子的贷款呢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好几个月 没有这个按时的 去缴这个银行的贷款了 他想要问一下 请问银行是否也会延期 晚一点才来收他的房子呢 就是做这个collection啊 default啊这种动作呢 像这个问题哦 我们的这处小天使 今天为大家找到的真家呢 这是我们黑豆银行家 Karen肃勤 她也帮我们做一下解答 哈啰Karen早安 是的大家好 哎有没有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呢 有其实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怎么讲 这是两码子是 如果你的房客没付你钱 然后呢银行会不会延期到 6月30号 因为他这个延期是 驱逐房客延到6月30号 跟银行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是两回事 只要你的payment 90天没有缴款 那么这正是进入到一个default的程序 银行会写信来 但是中间只要你收到银行的信 你是可以跟银行来调查 你的payment plan OK 对 然后就看你跟银行的payment plan 怎么达成一个共议 达成一个共议 这样子呢 要就是照着这个往下走就对了 好 那所以其实可以商量 对因为银行是 他也不会自动就是说 让你延到什么6月30号 因为他这个是跟着 他这个6月30号是 针对驱逐房客的 就是跟银行就是没有关系 他不会自动的 这样子做这件事 OK所以还是一个系统性的 如果你90天没有付钱 其实银行早就已经开始在 给你很多信啊 打电话问你啊 你还好吗 最近过得如何啊 那我什么时候要来付款 如果有人来跟你这个做协商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跟他谈说 我们可不可以慢慢付啊 或分起付款 或分成好几小段 所以是可以谈的 是可以协商的 但是他的这个规矩 他原本已经签下来的这个协定 他是照着走的 那到时候 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 你自己真的有困难的话 其实呢不要不接电话 不要逃避银行来找你 你赶快面对他 把情况告诉他 也许呢你这个 谈出一个彼此可以接受的方案 你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保持你的房子 然后再继续延期一段时间吗 是不是 是的 好的好的太好了 谢谢我们黑道银行家Karen 我们看一看